第3467集 狼王一时说道 那洞窟便是狮王岛有名的不破之窟吧 本来靠着他力量上的优势 也许能挽回浪费了的半个时辰 可惜他选择了进入不破之窟 即便他能破开洞窟之中的岩石 开在效率也是极其低下的 所以金师族已经没有任何的翻盘可能了 狮王眼中一时浮现了一抹怒意 这小子是故意玩自己吗 他很清楚叶辰的底细不是金师族人 但光靠神念也能感知出来 不破之窟中的岩石极为坚硬吧 还是说叶辰想要证明自己的力量 刻意选择了高难度要打观众的脸呢 叶辰的确做到了 可确实要付出胜利的代价 此刻玉蛇族与银狼族观众们纷纷惊叹道 好恐怖的力量啊 乾坤镜 这是继承了完整的天师血脉吗 恐怕连真正的天师 乾坤镜也没有这等力量吧 不过他们却是以谈笑的语气开口 因为叶辰虽然实力惊悚 但选择错误没有脑子 依然不会动摇银狼族与玉蛇族的胜利 而金师族的众人此刻却是更加愤怒 与刚才那种看不起的愤怒不同 这一次则是一种对叶辰态度的愤怒 明明有实力故意不发挥出来 先是逛街半个时辰 然后再不破之枯采矿 叶辰这是要报复他们方才的嘲讽吗 可即便报复 也不应该拿整个种族的荣誉来报复啊 那些金师族观众纷纷高喊道 小子 我们错了 你之后要怎么打骂我们 我们都愿意成瘦 现在好好比赛吧 小子 我们已经知道你的实力了 你不用证明什么 现在开始认真采矿还来得及 不要一起用事 我金师族的荣耀更为重要啊 此刻金珊珊看着叶辰 意识满面的失望之色 他知道叶辰很傲 很狂 而且不容侮辱 但叶辰明明承诺过 要为金师族夺回兽王之名的 现在被那些无知的观众嘲笑了几句 便要违背承诺 拿整个金师族的荣誉和未来 进行报复 一个不高兴 说话就不算数了 他没有想到 叶辰竟是这么不堪的人 况且 大多数金师族人是无辜的 直到现在 也依然没有辱骂叶辰一句 一言不发地支持着叶辰 可不论那些金师族观众如何道歉 甚至是恳求下跪 叶辰却是根本不为所动 专心致志地轰击着那不破之枯的地面 转眼间 两个时辰过去了 此刻 蛇寒与尹穷名下的数字 都已经突破了一百 玉蛇族与银狼族所开采的海极宝钻 意识和金师族拉开了巨大差距 而叶辰名字下面的数字 直到现在还是零 一时间 金师族的观众都绝望了 一个个低下了头 甚至流下了泪水 如果叶辰是要惩罚他们 那么他们承认叶辰做得很成功 现在 这些人都是后悔到了极点 就连狮王的面孔 都隐隐地有些扭曲了 瞳孔疯狂震颤着 无尽怒火 几乎要将大脑都融化了 他甚至都开始怀疑 叶辰是不是真的被蛇王和狼王 这两个家伙收买了 而狼王与蛇王看着狮王的神色 则是满面笑容 只剩一个时辰 金师族败局已定 现在 就算是叶辰愿意离开不破之枯 重新回到矿脉之中 采矿也已经来不及了 整个金师族 无数双眼睛盯着传影精上 那神色淡漠的青年 眼中都是无穷怒火 时间 一分一秒地流逝 很快距离三手之争结束 只剩下一炷香的时间了 而此刻 三族的成绩分别是 狼蛇族 二百六十七枚海鸡宝钻 其中蛇寒挖掘了一百三十二枚 银狼族 二百七十一枚海鸡宝钻 其中尹琼 挖掘了一百三十五枚 金师族 八十四枚海鸡宝钻 其中夜尘挖掘了 零枚 一无所获 银狼族的观众们 已经做好了庆祝的准备 他们的胜利 似乎已经注定 而欲蛇族的观众们 则是面色紧张 现在不是没有翻盘的机会 只有金师族 绝望 彻彻底底的绝望 甚至已经没有继续观看 《传影经》的兴趣了 没有人注意到 不破之枯中 灰汗如雨 奋力轰击着地面的夜尘 嘴角扬起了一抹淡淡的笑容 他的眼中神忙一盛 浑身俱力 疯狂爆发 对着脚下地面 全力轰下 同时口中轻语道 买得倒是比我想象之中 更深了一些 不过 一切都在计算之中 下一刻 一声比之前 更为巨大的轰鸣 瞬间爆发 滚滚吐石 在澎湃的力量之下 四散飞溅 此刻正在注意着 玉蛇族 与云狼族 传影经的观众们 突然面现痛苦之色 一道无比刺目的强光 周然爆发 瞬间刺痛了他们的双眼 众人朝那光源看去 却见散发出强光的 正是金师族的传影镜 准确地说 是那面显示着 不破之枯影像的传影镜 此刻不破之枯内 竟是被一道七色光滑 瞬间笼罩 所有观众的目光 瞬间被这异象所吸引 不解地看着那面传影镜 不破之枯中 到底发生了什么 不多时 光芒收敛 不破之枯内的画面 重新浮现在众人眼前 刹那间 所有人的眼瞳 都是不禁颤抖了一下 只见一名神色淡漠的青年 正站在一片水晶壁的上方 而在那水晶壁之下 充斥着七色光滑 形成的溪流 整片山脉都寂静了下来 呼吸声都消失了 所有观众 特别是金师族的观众 一个个都是大张的嘴巴 下巴都要掉到地上了 而他们的眼睛里 则是浮现了 无比激动的神色 就连狮王 狼王蛇王三人 都是满面震撼 狼王大睁着双眼 忍不住嘀呼道 不可能 怎么会这样 眼看着胜利 就在银狼族眼前了 可谁想到 最后一刻 竟然会发生 如此不可思议之事 那片闪耀着七色光滑的溪流 赫然正是蕴含着 众多海极宝钻的矿脉 蛇王 蛇王面色难看到 难道 这小子一开始便发现了这处矿脉 狼王面色一沉道 一开始就发现 这矿脉藏在地底深处 即便以你我的神念 都未必能够发现 这小子又如何能够做到 下一刻 他面上闪过了一抹凶光 看向狮王冷笑道 狮王 你不会是作弊了吧 为了赢下这场三寿之争 提前找到了矿脉位置 而后告诉这小子 蛇王闻言 面色一时阴沉了下来 死死地盯着狮王 狮王冷冷地看着两人 开口道 你们应该很清楚 我等都是以道心起事 不得在三寿之争中作弊的 况且你们也说了 以我等的神念 都未必能够发现这条矿脉 那么 即便我知道不破之库中 存在这一条矿脉 也不能肯定 就是海极宝钻的 最重要的一点是 狮王有些不屑地一笑道 这小子正常比试 便足以碾压你们两族了吧 我何必让他用这种冒险的方式获胜呢 一时间 蛇王与狼王的神色 都是有些难看了起来 狮王说的有道理 也就是说 这条矿脉 真的是叶辰自己发现的 即便是这两名太真敬王者 都是被吓到了 这小子还不到百岁啊 不仅拥有志强的肉身之力 连神念都是如此逆天 想要培养出这么一个天才 想必需要极为庞大的底蕴 才能做到吧 原本他们都以为金氏族没落了 甚至有了进攻狮王岛的想法 可现在 狼王与蛇王都是不禁动摇了 拥有如此底蕴的金氏族 即便表面上衰落了一些 他们能啃得下这块硬骨头吗 这时 狼王深吸了一口气 冷哼道 结果还不一定呢 这面水晶壁如此厚实 想要在一处乡内将之破开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蛇王亦是重重的一点痛 就在这时 夜沉目中金光一闪 手中矿鞏猛地对那水晶壁狠狠砸下 随着那震耳欲聋的碰撞之声 金氏族观众们亦是愈发激动了起来 不知是谁骤然呐喊道 金臣 这一声呐喊 仿佛彻底引爆了众人情绪 无数金氏族人纷纷高喊道 金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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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两族的观众见状 都是面色一变 此刻的金氏族气势如虹 竟是给了他们一种 势不可挡的感觉 压力极大 一炷香的时间即将过去 终于最后一层薄薄的水晶壁 也在那矿稿的轰击下破碎 那无数海极宝钻 显露在众人的眼前 下一刻 夜晨手一挥 无数宝钻便是纷纷地 进入了他的储物袋之中 与此同时 一声钟声响彻狮王岛 狮王大喝道 时间到 三寿之争 比赛结束 方才还喊声震天的赛场 瞬间安静下来 每一个观众 都是无比紧张地 凝视着金氏族的几分板 一道道目光 都落在了金尘的名字下方 就在这时 那原本显示着灵的位置 一阵光芒闪动 下一刻 化为一个令人惊悚的数字 夜晨的成绩 赫然是一万三千八百二十 而此刻玉蛇族与银狼族的成绩 与一柱相知前没有任何变化 这两族加在一起 连夜晨的灵头都不到 这一场三首之争 可以说是金氏族的大胜 谢谢大家